老師 各位學長姐 大家好 我是蘇白黃 今天很榮幸在那邊分享 老師 大師點名 這個需要分享一下 我在過去幾十年的 公司的轉變的一些經驗分享 我的經驗剛才聽來的余董市長 我們跟他看起來是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基本上 我們也認為說我們也算傳統產業 傳統產業總是有一些改變 所以是創新跟轉型 這個我覺得在過十幾年來 我是覺得我是參與到其中 所以我覺得那個 我是五十一年八月 所以現在已經到五十三四歲 那那個我是一零二 一言別一零二的全企 那就是我今年才完成我的 今年七月完成我的論文口試 那我的 我的論文題目是 傳統產業經營策略之探討 以儒宏與年新兩家公司為例 因為儒宏是最近的股王 大家很火紅的一家公司 這一個做成衣跟做紡織 股價可以到四百塊五百塊六百塊的程度 他很難想像 儒宏是我們的 我是儒宏的主要的供應商 甚至說我在有一兩年 最近這幾年 我是他最大的供應商 那只是說在股價表現的時候 我們公司看起來就差很多 那這個為什麼這樣子呢 我還是會 這個待會也會說明一下 那我是集聖實業 我們集聖實業到目前已經 45年超過 那我在公司裡面從1985年到現在 我是做從外銷助理、增資業務、物料採購等等 一直到現在 那當總經理大概到目前算是11年 那我有幾年的時間 還有兼任另外一家 我們自己關係企業燃整的董事長 那在老師的這個題目裡面 我就覺得說 這個有一些 是我完全 我自己可以感受 非常清楚 其中包括市場全球化 生產全球化 跟裝置環保這部分 這我是 我可以分享給各位 那這個 創新 因應的這個改變 那我們應該知道就是創新與轉型 那其中我以五個題目 這個改變營運模式 品牌形象的提升 還有我們新事業的發展 跟轉型的那個心得 如果說還有一點時間的話呢 我想就是以這個簡單講一下 理我 論文的題目的如虹為例 就是說 如虹公司大約怎麼樣做企業的轉型 因為我相信這個大家對的應該是有點興趣 好 那我先講一下說 我們公司在最近這15年以來 我們剛開始是做加工師 加工師是很簡單的 就是加工 加工師就是簡單一個加工過程而已 在這15年以來 我們開始 附建了我們的纖維化學材料 我們研發中心以後 我們就覺得說 這樣子 基礎差不多完成了 那我們就需要到逐步的往國際上面的推廣 那因為台灣的市場畢竟還是小 所以我們變成說往國際市場推廣 那在最近這幾年 我們建置這個行銷的 在上海跟美國現在建置我們的行銷距離 這個如果說以在電子業來講 這個其實不算什麼 剛剛余董事長的海外的公司 一堆十幾家 我們來講 但是以在纖維業來講 或者我們傳統產業裡面 其實不太多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 這是重要的一點 那我在品牌形象提升的 認為說 為什麼會提到這個呢 因為我們認為說 我們的產品做的真的還不錯 但是我們的客戶都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在這個訂單 是叫Nike 現在叫Adidas 現在叫很多牌子 那簡單說 現在最有很有名的運動品牌Under Armour 我在15年前我們就供應給他了 通過台灣的客戶 那一直到現在 那幾個產品到現在一直沒有變 那這個就覺得說 那既然我們的客戶 那個需要我們的東西 我們品牌也了解我們東西 那這個常常 但是客戶呢 常常還是有這個不斷的溢價的 我們在想說 我們能夠建立我們B2B的概念嗎 雖然這個原料 這種半成品呢 實際上 大家想說B2B這怎麼做 完全沒有概念 但是說 只要是用心就有機會 所以我們大概就 我們就開始變成說 在品牌的發展 大家去思考說要怎麼來做 那我們有訂個幾年的計畫 這個今年算是第二年完成了 我們在之前就說 我們認為說 我們是要開始推品牌 品牌當然不是消費品 我們是B2B 所以我們要 我們不斷的參展 參國際的紡織展 各種塑膠展 各種等等的展覽 包括我們 我們今年我們也參加水展 那就是各種 透過不同很多的機會 我們讓國際品牌知道說 我們東西是有相當的優點 所以說我們在第一年呢 我們就建立我們 我們的品牌的建構 各種產品的品牌建構 然後在第二年 我們就在深耕國內 國外的品牌上 我們也常常去美國 或其他的品牌去介紹 我們現在開發一些新的東西 那這個是 所以我們現在覺得說 品牌現在 很多的國外品牌 例如說 前幾個月 那個Northspace 他們的採購總監到我們公司來 來看我們有什麼新的產品 所以像這 Northspace Atita Nike 他們亞洲或者美國總部 到我們公司來 這個機會很多 那我們都會介紹一些 各種新的東西